嗨,大家好,我是马开东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 Hitope 2.x 入门剪辑及生态系统 安倍安装完以后 还要进行一个管理 那之前的监控已经看完了 其实监控过程中也算是一种管理 那我们常见一种操作 就是说我们机群安装好以后 我们需要加机器 因为Hitope本身是支持这种水平扩展的 当那个数据很大 需要快速计算 那我们最好办法就是加机器 怎么加机器呢 在安倍中点host 然后action里面就增加一个host 对吧 设置一下host的名字 还有注册的host的一个资料 那这个地方还是要声明一下 这地方你写的这个是之前你安装 就是第一次安装机群的时候的私钥 使用的账号可以是root 剩下的步骤跟之前讲的是一样的 然后它分为 这 然后它那个安装的这地方是一次性可以增加好多台机器 并不是一台机器 当然你也可以写一台 这地方呢也说了 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说 需要提供一个ssk对吧 这边剩下的就是配置 然后呢就是选择那个口端 还有一些服务 之后呢就是安装测试 那跟之前安装MBA是一样的 这地方呢就是独立出来的一个子模块 就增加这个主机 好 那这一点相比其他的这种开源还是工具来说是非常强大的 我们可以刚开始加上三四台机器 后面业务增长 我们可以动态的扩展 对吧 都是没有问题 然后呢 它刷新了一下 我们等一下 那这地方呢 在刷新完以后再说 这地方呢 如果你加了很多的机器 它就会在这地方列出来 一行一个 很多的呢 它就会在这地方显示 这地方可以选一些 你装的是什么东西 一些过滤 那这地方是一些过滤器 你想过滤一些组件啊 对吧 还可以进行一些搜索 那这地方是可以搜索的 提供搜索 看到没 都是 输完以后 它就可以自己去 不用回车 没有回车 还有这种过滤 包括出现的一些问题啊 比如说Must当掉的这种 Slave当掉这种 还有这种警告啊 还可以过滤 这地方也是可以过滤 过滤 比如说启动所有组件啊 停止啊 还有重启啊 还有NodeManager的重启啊 还有Rigin Server重启 还有Sable 还有主机 所以主机也可以做一些重启 有些时候机器挂了 对吧 还有这种服务 有些时候比如说我们 这地方我点的是HDFS HDFS 对吧 它也有一些 这种监控的一些可视化 可以创建一些其他维度 还有按小时差 按周月 年都可以 还可以进行一些配置 那这地方呢还是有UI 刚才已经点过了 同时你可以自己去启动或停止 这地方可以配置 比如说这配置Nemnode的这种搜索的线程 对吧 还有这种最大的加网 Hipset 还有最大的这种线程 还有这种Blover块 还有这其他的一些配置 包括一些常见的一些参数的设置 都在这里可视化可以完成 还有文件的设置 每一项都特别多 Hipset 就前面我手动配置的一些文件 在这里都可以找到 都变成一种可视化的一种配置 比如说你可以覆盖一个属性 默认它就是你这种组 HDFS 这种组 你的这种可以创建一个组 还有这种牢口快大小 对吧 设置 它可以关于这种组 增加 好不再演示了 有些时候你是在项目中可能会需要运到一个组件 这个组件可能叫HBase 那你只需要在Mbu中安装这个组件 并且启动这个组件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显然是已经安装了 它只是停止状态 它没有去启动 默认没有启动 那你手动的去启动一下 确定 那它这就会就会启动这个HBase HBase 还需要启动Region Server 那你点进去以后 将Region Server也启动起来 这地方刚才也显示39个组件 好 你进去以后 看你们刚才那个图表都没有了 现在已经展示出来了 那这边你可以启动HBase Master 启动 确定 再启一下Region Server 启动 稍等一会它就会将HBase启动成功 我们就可以使用HBase 在这启动过程中 都会有这个日志 看一下这个日志 显然刚才老师说的有问题 HBase看着是安装 那实际上它没安装 也没有客户端 所以它这地方先做了一个客户端的安装 客户端安装成功 打勾了 然后启动这个Master 再启动Region Server 看一下它的安装过程 相当于这个里面有一点包 对吧 首先它找到了这个地址 看一下启动成功没有 首先HBase的Master启动成功了 已经一个对勾对吧 还有它还在启动 现在它在启动这个HBase Smart 这地方它也会做一些操作 会检测一些东西安装没有 没有安装的话就会安装 这地方已经一个对勾 启动成功 OK 好 下一个最后一个是启动 Region Server 它还没有一些日志 好 刚才它是动态的去显示的 不需要去刷新 这一点非常棒 一步的 看一下HBase的从方路径 运行路径在这 然后日志在这 然后是如何启动的 使用这条命令 对吧 看一下 confL start 对真死我 好 现在就启动好了 没有一个操作 那看一下 刚才的master也启动 还有 Vegion Server也启动 它这方还是没有显示成功 我们看一下出问题了吗 没问题 我们看一下这边 HBase Vegion Server有0个 有39个组件 可以看一下这些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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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点开看一下 怎么回事 我们再次启动一下 看一下这只 请不启动一下 我看我会是在这边的 好 在这边的 好 有 好 给这会儿刷新 这种 维俊沙 这种维俊沙 他打勾了看一下 好 这会儿热认色我就集中起来了 看一下 好是齐联起来的 他本身也是有一些监控的 一些可视化一些东西 在这边加在里面 然后包括他这些基本的一些属性 我在这里面展示了 还有他本身HBase也是有配置的 HBase本身也是有UI的 也在这里 还有HBase本身也有这种GMIX的东西 可以看一下这HBase的一个可视化的UI 还有这种用心的一些东西 目前是没有任务的 这是一些我前面说到的一些GMIX 一些接审格式的数据 可以应该做一些API的交用 好 这是按一个组件 停止一个组件也是一样的 电stop我就不做演示了 剩下组件也是如此 还有这种配置也是一样的 可费格进行一个配置 还有这种alert提醒 就是说警告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 那刚才启动HBase 所以就多了HBase的一个图标 还有HBase的这个关系实践 HBase这个AVE对吧 好 那整个MV的使用就介绍到这里 还有监控管理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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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